但是呢 有没有人趁着这个年节 我们讲完了圣诞节 我们回头来看看 有没有真正就是利用年节 来发动了公事 我想最有名的是1968年 1968年是戊山年 在戊山年的时候 那时候发动了真正的 就是所谓的叫做春节公事 越战的时候春节公事 是基本上来讲 是北越还有连南越的革命阵械 一个是这个就是叫做这个北越政府 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所称的VACON 越控也就是南越的人民要解放政界 这两个之间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真正的在巴黎和谈是四方 哪四方呢 就是北越南越的人民建建 VACON跟这个南越的政府 还有美国四方在那个弹劾 所以越南这个春节 他们把它称为叫做这个物生节 物生节为什么叫它物生节呢 基本上来讲它是用 中国的这个就是天干地支 来做纪元 也就是1968年 我们2028年啊就是它的60年又是物生年 只剩啊这个就是五年之后就是物生年 各位亲爱的朋友 这个那年的物生年 他们发动了这个就是所谓的三阶段的战役 也就是啊从啊这个春节的那天啊 除夕晚上开打 意思啊整整啊打了三个阶段 在啊很多的啊这个不同的重要的啊 这个军事据点牺牲 牲牲基地呢是啊在胡志明小近的 这也就是在17度啊非军事区的旁边 是重要的一个航空的基地 原来是法国人在那边聚首 美国人啊这个法国人退出越南之后 他啊就接手 这个牺牲基地的一方面是可以啊 做直升机啊转运 然后做空中扫弹 对于啊这个胡志明小近 也可以在那边发动啊火力的炮击 所以牺牲基地是越共跟啊北越 第一个在五元甲眼中的眼中钉 第一个要把他打下来 后来呢又啊继续啊战役的第二阶段 扩大到顺化 然后第三阶段一直打到西共 在顺化之中还有西共之中 大家双方的两边的缠斗 是非常非常的惨烈 但是呢美国跟南越的政府啊 挟着他啊这个比较强大的火力 在啊这个就是基本上每一个战场上 都给啊这个越共以及啊北越的军队啊 尤其啊他正规军 五元甲的正规军只要一碰到真正的实战 他都是大败 但是呢他啊任何用游击的战术 以及啊他特殊的战法 他啊都获得相当的战果 但是整体上来呢是啊 美国跟啊南越的联军啊 在啊这个军事的战术上 他获得相当的这个胜机 而且也确实打出了很多可捐可减的胜仗 但是呢我们今天啊会发现在啊战场上之中 你很可能啊战争赢了 但是胜利的果实啊被人拿掉 北越呢是一面啊打仗 一面啊做了很大的宣传 而且呢他在政治跟战略上 其实整个布局啊是相当的完整 而且整个啊这些宣传之中 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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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啊这个做的非常的惊人 所以今天啊这个有一个最有名的 这个当时的就是得了普利斯奖 就是有位记者叫Adams的 对一位啊这个就是越南国家警察的 一位少将叫做阮玉阮 他在1968年的2月1号 也就是1月30号啊 那时候发动了这个所谓啊春季的公事之后 春节的公事之后 他那个时候抓到越贡 然后呢他在当街啊就处决了 当场啊一枪就堆着那个脑门 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那一张照片啊打了之后 其实事后啊这个 就是照这张照片的Adams的 Adams啊最后拿这个得了普利斯奖 可是啊阮玉阮啊这个将军啊 阮玉阮少将事后啊 在1975年越南沦亡之中 这之后啊流亡到美国 然后呢入籍到美国在New Jersey 但是呢很快的被人啊发现他是谁 这很多人啊对他很不齿 但是呢Adams啊 他啊在啊这个阮玉阮啊最后他过世的丧礼上啊 就是啊讲了一句话 他说事实上我用照片啊 在那个当刻啊我等于谋杀了阮玉阮 也就是说我没有跟大家解释清楚 大家只看到阮玉阮在街头啊 处决月公的照片 但是呢却没有想到呢这里啊背后他的家人 以及啊他的啊这个战友他所受的待遇 他那个时候疯狂这个就是在那个气氛之下所做的这个决定 各位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在年纪谈到这个其实是也是有点感伤 我们今天啊高高兴兴大家在那边这个就是说这个家人团结 然后在那团聚在这时候想到这些事情 我们今天战争啊真正啊是我们平常哪有人说是会去杀人 战争都是训练让一堆人啊平常绝对不会杀人的人啊 然后去杀人 各位你想想看这需要让人性扭矩到什么样的地步 我们今天要是没有看到啊你真正被你啊就是杀杀死的人啊 你或许心里啊还不会啊那么失去啊平和 但是眼睁睁的在你手底下处决人 你想想看那样子啊你人性的压力跟那个情绪的气氧是多么的重 所以在那个这个阮云阮的这个葬礼上啊 这Ad Adams啊特别啊就是直接讲 说我觉得我深深的悔恨我用一张照片啊去要真正的谋杀了他 也就是说让啊整个世人对于这个事件已经有所的判定 但是他却没有这个前因后果把它讲清楚 所以我们今天要对于这些事情啊你仔细去想想看 那个是确实是震惊世界的一张照片 但是也让啊美国啊涉入越战 以及啊南越政府整体的国际形象啊遭受严重的挫折 所以对于啊春节公事啊英文叫做Ted Offensive Ted T-E-T就是越文之中的春节 这个Ted Offensive的啊这个一直到今天啊 美国啊他们啊在啊这个处理啊这个些啊 这个就是这个历史中还是这句话是用的啊 这个新春公事Ted Offensive 美国跟南越军事战场啊获得啊这个胜利也有斩获 也啊真正啊就是扫荡也真正啊 啊米平也压住了这些啊公事 可是啊真正啊在整个国际宣传的舞台之中 确实啊遭受非常严重的挫折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今天讲啊国共啊内战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啊就是啊相互之间啊 在利用春节的时候发发动啊这些啊 这个就是这个叫战争 事实上也有 这个共军也为将领啊叫做这个聂凤志 他两度啊在啊这个就是春节的时候啊 这个对国军用兵 那其中有一个是在啊蓝阳的战编啊 这个第十二师 还有一个是啊这个就是啊新编啊 整编啊第五军李弥将军的 这两次啊战争都是啊利用春节 在春节的时候啊驻守在蓝阳的啊 战编啊第十二师 万万没有想到聂凤志会在春节 大家啊就是啊欢度春节 而且啊向放松戒备的时候发动攻击 真正啊是被打得亏捕成军 而同样的呢这个新编 整编第五军呢 当时啊共军呢都已经啊要过除夕 吃年夜饭饺饺子都下锅了 聂凤志突然啊下定决心要发动攻击 也是把李弥将军呢整编第五军啊 打得亏捕成军也是啊获得惨败 可是啊他最后还是补了啊 这个共军呢吃了这顿饺子 这个我们今天讲实在话 有很多人讲说科技啊 这个始终来自人性 可是战争也是啊来自人性 利用春节发动攻击 利用春节发动攻势 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只是啊这个发动春节 大家今天回顾这些历史的时候 这个利用啊 这个敌方在啊年节啊松懈的时候 然后发动这个攻击 确实是很有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年节的时候 国军啊有很多啊这些啊 助手的这个军队啊 要啊去戒备 这也是因为两岸之间存在矛盾 也没有真正啊达到和解 所以呢 这些内战一直延续 我们今天啊 其实两岸之间啊有交流 两岸之间啊经商 而且学生也来往 但是政治的矛盾啊不能解决 所以我们今天啊 还是啊这个投资啊 军备也是啊最无奈的选择 各位今天啊利用年节 在这个时刻 我们也有很多了将士 也必须要在那边 要坚守他一定的岗位 同样我相信共军呢 也有很多 也是啊要必须在那边戒备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如何能够啊 将这些啊这个节给打开呢 我相信啊 这个啊都是我们要 两岸都要努力的方向 但是呢利用啊 这个节日来发动战争 其实啊在历史上 也有很多多起的案例 比如说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啊 即使啊那个也就是啊 这个因为那是犹太的啊 这个就是啊假期 也有人称为他啊 灾月战争 我们这个灾月啊 有时候会有一些啊 就是让人家觉得 这个有点啊就是说 搞不清楚是犹太人的灾月 还是啊这个回教徒的灾月 但是呢就是啊 这个啊就是基本上来讲 在啊赎罪日那一天 啊1973年的时候 他们呢这个叙利亚 这个埃及 叙利亚埃及啊 他们呢这个发动啊 这个就是啊 这个啊攻击 那发动啊这个 这个攻势行动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以色列基本上 作战的思想 就是敌方 假如有动员迹象 他们就要在中啊 先制的攻击 可是当时啊 无论啊就是这个 以色列的总理 梅尔夫人 以及国防部长戴阳 都坚持不接近 有历史资料啊 这个曾经有讲过 连约旦国王都亲自的去啊 这个飞到以色列 然后去啊那边啊 去啊通知他 还是派人啊 到以色列那边去通知他 将会啊 他们啊叙利亚 跟埃及将会发起啊 攻势行动 但是最后 赎罪日战争还是爆发 中中的战争啊 从啊以色列的建国战争 六日战争 以及赎罪日战争 这样一连下来 也是让大家打的啊 真的是人心厌战 所以呢 我们今天在想到 就是说今天能够啊 这个战争啊 这样打下来 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就是越南的 这个讲这个是春节公事 也顺利的把美国啊 因为啊这个政治 跟啊这个就是战略胜利 然后美国啊 顺利把他打上巴黎和会的谈判桌 但是就是因为打上巴黎和会的谈判桌 也让啊两岸情势啊 得到啊非常大的转变 1968年啊 这一次啊新春的公事啊 也让美国知道 他们必须要想办法 要化解这个问题 所以才有啊后续的这个就是基辛吉啊 跑去啊访问大陆 以及啊尼克森啊 去啊这个大陆 然后上海公报 希望获得啊大陆的啊 这个中国大陆的啊 帮忙跟支持 然后最后啊 将北越走向啊 这个巴黎和会的谈判桌 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啊 就是说 整个雾森节的事件 这三个阶段的公事 这个在军事上有他意涵 但是政治上能够迫使对方 走向啊 这个座上谈判桌 这是啊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再回到呢 这个1973年赎罪日战争 也是让啊 就是说 以色列啊真正感到 这一次啊严重的军事挫败 也让他们领悟到 他们不可能永远靠军事来维持安全 所以呢 即使以色列一直啊 获得啊战争啊 胜利的圣机 他们也在思考 我们怎么样能够啊 去啊获得和解 这就是啊 最后呢 以啊能够啊 这个获得和平的契机跟曙光 也是在那里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 这些年节的征战 年纪的征战 当然很让人啊 感伤也感怀 但是最后战争的结果 能够让大家走向和平谈判 其实在某些观点而言的话 大家血也没白溜 人类啊终究是要希望啊 能够走向和解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啊想到这些啊 节日的战争 可是你要回到远古的时候呢 莫罕默德啊 也是啊利用在回教的灾月啊 去啊征服了麦家 但是呢 这个莫罕默德啊 率领的军队 征服了麦家之后 他将啊 他啊这个把他啊 这个麦家交交啊 他啊追随他的人啊 去啊继续監管这个盛城 而且宣布了麦家 就是回教了真正的盛城 他自己回到他的出生地 麦迪娜 所以呢我们呢 就仔细去想想看 这回教的军队 虽然呢就回教的国家 虽然有栽戒月 而且栽戒月也非常认真 就是说认真的在此行 但是并不代表说回教的军队 在栽戒月之中 他就啊不会啊 用逼 你只去看看历史事件 尤其是伊比亚半岛 西班牙伊比亚半岛 或者说整个啊 在地中海的很多次的征战 无论是啊这个土耳其也好 无论是啊任何的 很多的回教国家 多半都在啊 这个栽戒月之中 也没有停下来 而且很多啊 重大的胜利 也都是啊 在栽戒月里头啊 用弊 所以很多年节啊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 就是约制啊 这些啊 就是说这个军队用兵啊 这些啊作用 我想啊 这个大家也是这个 也是会感伤的去想想看 年节虽然不断 但是我们都总是会有 我们啊这个 就是中国人啊 所讲的这个农历的春节过年嘛 对不对 但是过年之中 也不好像也不能阻止啊 真正年节的 在过年的时候的用弊 西洋呢 这个圣诞节 更是充满了和平 祈求和平的意味 好像也停不下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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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